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主要来介绍我们系 今天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交大的优势在哪里 第二件事情我要讲的就是 交大应用数学系的优势在哪里 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第二个主题 我为什么也要讲交大这个优势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 因为选一个学校 我觉得是跟选讯器是一样重要 尤其是你的子弟 如果对你的讯器的选择 还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 选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一个好的学校 它其实会提供很多文化传统这个资源 可以让你重新再做一些选择 大部分的高中生我相信 其实对某些领域的了解 都不是那么透彻 也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有限的机会 所以在大学里面其实反而是 很有机会去找到你真正的兴趣 而且现在大学 绝对不是你追求学位的终点 所以至少大家可能都会找到硕士去 所以大学其实一个mission就是要 尤其年轻人的学习力量 其实是很强大 所以他能够学很多东西 大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多学一点东西 多了解一些其他的面向的事情 那砖的东西可以等着研究所再过去 但是大学好的大学 有很多指标 教大的优势 讲两个钟头也讲不完 但是今天我只讲一点 资源 这个生根计划最近方法 放榜你可以看得出来 最左边这个数字这一栏是补助的金额 教大是拿10亿 我先强调这个表格不是我们教大自己做的 听说是某一个学校去跟教育部抱怨 说教大拿了太多了 就制造出这个表格 所以你看这个数据 我们除上学生的总人数 我们每一个学生大概可以享受到7.1万资源 那除上老师 我们是享受到100多万的一个资源 其实是领先多学校很多 那这个平均数除了阳明大学 是比我们还高之外 因为阳明大学他学生少 又是医学院 医学院通常是可以抢到比较多的资源 他们学生又少 所以学生能够分配到得多 但是从整个来看的话 教大确实是一个大赢家 尤其是跟这个生根计划的前生叫五年五百亿 五年五百亿刚出来的时候 台大跟城大都拿不少 所以他这个金额其实是被砍了不少 教大还多了一些 清华大概是持平左右 但是清华前一阵病了足教大 所以他们学生人数老师人数增加 所以他们比起来就稍微吃亏了 清华是我们邻基学校也是非常优秀的学校 他如果没有病的话 基本上我想跟教大数字会一样 这是生根计划的话是一个大赢家 那这大赢家可以想见其实是累积的成果 不是说突然是人家愿意给你多给你钱 因为这个是找了很多的国际裁判来评定的 有很多都是请外国的专家 所以这样的表现其实是过去长期 几任的校长到现在的校长张茂中 他其实是非常有想法 也非常有眼见 团队带下来 因此得到等于说这种国际裁判的认可 那我们教大就是等于这个金会上的一个大赢家 其中有一个细节这边看不出来的就是说 教大其实在研究中心 教育部今年就是有分几项 有一个叫打国际杯的只有四个学校 就是教大台大清华跟陈大 另外就是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教大通过的这个件数跟比例都是最高的 跟陈大跟台大同样都拿到7件 可是陈大跟台大通过比例不到一半 教大是11件过7件通过比例是超过一半 清华也刚拿一半 可是清华只拿5件 所以从这些观点你都可以看到 教大是一个非常有潜力 然后我们校长也很有vision 那他希望把教大推为世界上一流的学校 最近大概大家也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其实想要跟国王大学有一些合作案 那这合作案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将来的资演是外加进来的 外加进来 所以这个是跟清华并足交大合并是很大不一样 我们这资演外加进来 教大又有很多的主导权 包括怎么选学生教大主导 怎么聘老师教大也可以主导 所以然后又可以向国王部要资演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你要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话 没有资演的话你其实很难办事 你有了资演你可以聘最好的老师 你可以给学生很好的设备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那资演不够 那这个是台湾很显然未来高教一直会面临的问题 交大的另外一个优势 我刚才讲 另外一个优势是 其实过去交大在对这个生根计划里面 除了研究的部分以外 他对这些教学课程 学生的这方面也附了很多的心力去规划 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划是这样 就是跨艺学程 就是说我可以跨两个领域 比方说我是数学系 我有现在大数据很夯 我说我也有资讯的专长 所以颁这样的这个双专专的学位给你 那重点是它是在128个学位 不增加毕业学位 正常大学毕业就是要修128个学位 可是现在交大全部都在规划这样 然后让前校的各个系都有这样的规划 就是让提供这样的支援出来 让外系的人来修这样的专长 甚至你是人设院的系 假设你有办法去规划 去修他这个修满这样的一个专长 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规划是说 在这样的规划之下 你只要毕业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传统的128个学位 你就有这样的专长 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 因为这种大数据的变动 就是Stanford 如果大家Google上网一下查就知道 Stanford在2025年 他们提出来就是说未来这大学的长相 大学的变化 他们其实给了四个面向 最后那四个面向下的结论就是 Design your own future 就是你自己要规划你自己 那交大这个也符合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刚才也讲说有时候进到大学 你其实是 并不完全清楚你的倾向 在大学其实是非常好 尤其在交大资源这么丰富的学校 你可以去Explore你真的讯趣 你真的唯有讯气你将来才可以走得远 可是你要找到你真的讯趣 那在这个规划之下 其实是可以让大家进到交大 你再去组装你自己的专场 这个计划在生根计划在教育方面 也得到外面蛮高的评价 所以这也是我们交大的优势 接下来我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学系有什么优势 我先从师资来看 我们现在有28个老师 你可以看到目前最热门的这种数据科学 我们系其实扮演一个也蛮重要的角色 待会我会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10年前非常热门的这个财务数学 我们交大也是有很强的师资阵 这个是永远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数学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Stanford 2025 它规划的一个概念 它其实其中强调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强调说大学的教学的这种现状 过去可能比较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播 就是manage 那现在可能比较强调的是skill 它叫技能 那这所谓skill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能够用 你学的数学要能够用 将来可能在Stanford 2025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major 所以没有一个系的概念 它是一个mission的概念 是一个任务起向的概念 所以我们以前 人家问我说你念什么 我说念数学系 现在人家Stanford的说法就是说 你念什么 他的说法就是说 我现在是想办法把数学用在 避免无人车的碰撞 我的mission是将来我拿出来的 我要学的就是这东西 我会去组装我的一些资本 基本知识 让我能够达到完成这样的mission 我将来是不是会这样讲 我自己就有在做这种 比方说车子怎么避免碰撞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它说将来其实是一个mission的起向 是一个skill的起向 那我们应用数学系 其实是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系非常特别 不但在研究在教学 还有在外籍老师都有非常大的特色 我们有三位国家讲座 这是大概除了众议院厌室 就是这个国家讲座是最高的荣耀 大概只有台大有这样的个书 我们有四位学术教 也很特别的就是在教书 有很多老师也非常认真的付出 这大概在前台湾数学系找不到 我们系有七位是杰出教学奖 有一位是得心盈的教育奖 那有四位是拿过三次 他就不用再去选这个杰出教师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 你如果去查台湾的所有数学系 你找不到这样的师资 是那个系有七位的杰出教学奖 我们系也另外一个非常特别 就是我们有三位外籍老师 我们现在国际化非常重要 不只是学生的管道 我们希望有国际化 老师我们也希望有国际化 因为这个会对 不但对我们老师产生刺激 对进来的学生也会产生一项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那这三位老师很巧的 他们三位中文都强得不得了 你们很难想象 前面这两个老师 他们还没有到我们系上的时候 中文其实是讲不大出来 几年下来他们可以把中文 讲到他跟你这样对话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很难想象 我们写英文写那么久 你就有时候想说 好像有没有办法像他中文写的就是这么强 所以我们系上有三位的 这样的一个外籍老师 这都是我们的强项 那另外一个 从研究的能量来看 你就看这个计划 科技部的计划 我们28位老师27位执行国科的计划 超过100万的有9件 100万对要做实验的领域不算大 但是对数学的领域 100万是非常大的经费 数学系系科技部的计划 基本上是用来养学生 养他的硕士生 养他的博士生 我们的经费基本上 这个量其实是很惊人的 另外一个计划的一个指标就是 你可不可以拿到多年起的计划 你不要每一年升起 我们有达到18件 你就可以想象 我们系的整个研究能量 其实是非常强 产学计划对我们教大这种 其他很多应用的学系的话 这不算什么 但是对数学系来讲 对全国的数学系来讲 拿到产学计划都是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们教大数学系 就是强调这种 就是非常符合这个 Stanford的规划 我们强调的不只是 写数学的knowledge 我们是写数学的skill 想办法用在这个解决问题上 所以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拿到产学计划 我们系的出入 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 这都是我们临时把它放上去的 临时整理出来的资料 不是长期整理 大部分的人以为说我们到数学系来 是不是就当数学老师 那现在又少子化那么多的 我让老师 那我们系出这个决定到底要干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比方说这个物联网那个 接口支付那个执行长 就是我们系的一个毕业生 大数据一些新的工资要了很多数学系的 财务金融业那就更多了 电子资讯业你很难想象 包括到美国Google 都有要我们的毕业生 Google是一个非常棒的公司 他如果又可以把你弄到美国去的话 你要不只一把刷子 我的了解 几乎把台湾很多那种资讯最强的人 都挖过去 然后我们到台积电等等这些多了 这竹环不及备债 电子机也是很多我们的B.A.的系 那财产法人这些东西都有 另外我们相信不相信我们数学系的学生 因为进到交代他其实对建筑也有兴趣 那我们学校还有建筑的这样的一个科目 所以他就转到建筑去练 他现在建筑不然做得很好 他其实是他还拿奖 他还拿奖 不然这样我们科医 如果你看到比较不一样 我们有带你去参观有些地方 你看起来不大一样 有点质感有点设计 那是他的贡献 他今天建筑所练书的时候 他就时常半夜这样子没有睡觉 他帮我们设计这些东西 我们的毕业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这个道理为什么 继续解释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表格我现在画的是 我们系训练的博士生 假设你的子弟对数学很有兴趣 他的出入当然有可能往学术界 当然也有可能 刚才我列了很多的其他公司行号这样子 如果你对数学很有兴趣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就是我利用这个表格告诉你 我们也给他们很扎实的信念 我现在是讲我们系的数学博士 部分知性 我只列几个指标性的学校而已 像私立学校我都没有列 我们这边其实只有缺台大 没有我们毕业的那个博士生 但是台大目前有三个我们大学部毕业的 到国外去念博士在台大教书 台大也是基本上 几乎都要收自己台大毕业生 才回台大校 我们教大就有三位 但是他不是我们自己训练出来 他是国外训练出来 他大学不念我们 所以我没有把它练上去 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 台湾各个重要的其他大学 多于我们的毕业生 那教大我们是因为 自己 希望我们训练的毕业生 是往外面闯 所以我们不鼓励他毕业 留在这里 那这边会有一个是因为 他不但是我们自己的毕业生 他其实在我们念书期间 他也到申请到科技部的奖元金 顺便到Cornel 就是长春的名校 去练一个博士 他同时拿到我们教大的 自己的博士 然后Cornel的博士 我们的Program也可以资助 这样的学生 他不错 我们同时也可以送他到国外去 他同时拉两个博士协会 一个是教大自己数学博士 一个是Cornel的博士 后来因为叫我们聘他 因为他不算是我们自己的毕业生 我们把他解释说他也有Cornel的Degree 那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毕业生 跑到美国的LSU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这也是蛮好的一个学校 我们自己的毕业生 是一个女生 他毕业之后到日本去闯 到日本去当博士后 后来日本之后他又转进到美国 在美国他这也是终身的长聘教授 所以很不容易 是Tennial Track的Professor 现在博士其实要找一个教职 在台湾找一个教职 确实是有一个难度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很不错的学生 也到大陆去考会 大陆的四川厦门大学 都是大陆非常重点的一些好学校 我们现在也有学生到那边去了 这是讲我们自己的 如果一般的毕业生的话 我们在大专任教的 我们在数学资工统计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毕业的学生 在这些领域教书 光教大资工系 好了 我随便一想就至少三个 是教大运数系的 的毕业生在那边教书 这都是实际的数字 我完全都没有夸张 下面这一行就是我们自己的博士 甚至都有办法拿到无大有奖 就是年轻学者奖 这是蛮不容易的 这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博士 所以假设贵子之地 对数学有兴趣到教大来 也不会失望的 我们会给他们很好的training 让他们有机会在 在学术界花光花亮 另外我们的一个优势是 我们有一个 数学系有一个秋晨中心 春筒是第一个华人 Phils奖 Phils奖是相对于诺贝尔奖 其实从我的观点 Phils奖其实比诺贝尔奖更难 因为他四年给一次 四年才给一次 诺贝尔奖是每一年给 可是诺贝尔听说跟数学 某一个数学家 有点不是很愉快的关系 所以他诺贝尔没有数学奖 Anyway这个Phils奖 是数学的诺贝尔奖 他是华人第一个 他现在是哈沃大写的讲座教授 他愿意把名字借给我们 用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 这个就是表示焦大要够有混量 他的名字才可以借给我们用 那他成立这个中心 其实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包括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也有哈沃的教授来 我们在中心缓婚一年 哈沃的教授 要到焦大来缓婚一年 那这个对学生的冲击很大 有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说 你不见得是 有时候你是看到听到一些事情 透过这中心 我们有很多协数活动交流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这其他协校 事业新兵的Claim的一件事情 这个中心不但负责这种协数活动 还做一些科普教育 这本书非常有水准 我真的是highly recommend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它这里是不只是树里 它是含人文 因为邱森筒 它的人文素养非常非常高 邱森筒它不只是数学 是一个天才 但是它的人文造诣也非常高 他爸爸是中文教授 所以他从小就家学延远 他的人文素养非常高 所以他希望办一个人文 树里人文这样一个杂志 那这个中心其实 这3D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在台湾也是属于领先的一个团队 3D我们有些东西也把它变成一个普及的 除了鲜严的研究 也做一些普及教育的一些训练 那当然我刚才讲说现在这种能工智慧 这个能工智能 大数据这种东西现在都是最热门的话语 这个交大 我们系也有这个优势 交大的资工 成立了一个数据科学工程研究所 全国第一个成立这样的一个科系 那他找了哪些老师来合作 他找了我们学校数学系的老师 还有统计的老师 换句话说呢 他的师资里面呢 其中有7位是我们数学系来的 7位是我从我们学校的统计研究所 再组合他们资讯的里面的老师 而且不但这样子 他们的招生言尔里面也有我们的学生名尔分出去的 我们7年大数据第一次招生 我们数学系的学生就有几位就进到大数据的研究中心 我们就变成是有练数学系跟大数据这样结合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基本上大数据就是有这三块找出来的交集 接下来我要讲数学的另外一个优势 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 这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其实前面三次 第一次就是从人工变成机器这样 蒸汽机这样的出现 然后第二次就是Electricity 就是电的这样的出现 然后第三次就是Information的Technology跟Automation 第四次就是现在大家在讲 哇 这种人工智能 大数据3D列印等等这些东西 跟前面三次最大的必要用就是它的速度之快 之前的前面三次可能都是至少要10年20年作为一个间隔 可是现在这个速度可能是不到一年就变化太多了 有些工作可能就不见了 新的工作又产生了 现在大家普遍的优励可能是说 我将来的小孩子去念这个书 他将来是不是会跟得上这个潮流 然后他的这个工作机会是不是会消失 然后他练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会不见 大家都有这个优励 因为影响层面太大 速度太快 这个层面太大 你可以想象的领域几乎都被影响 然后这种系统 整个系统也被影响了 因为这种系统我比方说 举个例子就像政府的系统 怎么运作政府 也产生了这变化 因为现在的网络资讯都太快 你这个政府要运作的话 这个难度 这个真的是倍增 所以那怎么沟通 怎么那个 这都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整个商业的模式 整个系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所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巨变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掰的 你如果去找 Google现在很发达 非常厉害非常power 你真的去设计的话 这四个工业革命 数学在后面扮演的影响力都非常大 而且有些是关键性的影响 比方说大数据这种东西 目前就很多人会认为说 大数据的东西将来要有突破性的进展 你一定要有数学的因素进来 你如果仔细看人类这样的这种 这进展史 世事这样工业革命这样进来 你看到影响最大的是从什么时候 就是从微积温的创建 从牛顿时代开始出现微积温之后 所有东西可以用一些数学符号去描述以后 所有的科技的进展 文明的进展 突然是进步的很快 过去好几千年人类的走那么慢 从微积温从大概十六十七十七世纪出来之后 你看这两三百年这种科技的进展 这个都有很多的见证 现在当然电资工很红 这个你大概看到说 今年资工可能分数都跟电机一样高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到资工的话 那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你就要选择这种基础 业基础的东西 变化再快 变化再厉害的东西 它背后一定要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这样build up 所以你有基本的技能 你既有基本的技能 你其实是不会被淘汰的 你不会被淘汰 你永远会被吸药 我们刚才学生为什么那么多元 包括现在大数据我们也很多 包括博士生也是有人要请 硕士生也是有人要请 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说 很多东西是吸药 也有这样的一个数学的因素要进来 所以你如果问我 我可能比较biased 我可能有一点偏见 但是我觉得第四次工业革命 要有一个尤其在大数据方面 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需要的数学 还是数学 业基本的东西 你业不容易被淘汰 它业被需求 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 这越检验越重要 越被需要 这个图不是我的创建 我是把它整理 那这个图的来源是这样 就是说去年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 就是为了因应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所以它就列了十大你要被需要的skill 我特别强调这个skill的技能 这个技能不是知识 是说你要我们能够把它用上去的skill 它列了十大 那当然十个太多了 你一看印象不是那么深刻 所以就有人再把它归纳归类 整理出两大类 很抱歉 整理出来一大类就叫速写 它们就叫made skill 速写的技能 但是不是速写的知识 我再强调叫速写的技能 第二个是叫做这个这个纵走叫做垂直走 叫做social skill 所谓它的social skill 就是你的communication 就沟通 跟interaction 互动的skill 这当然很令人惊讶 因为通常大家想说 哇大四季的年代 是不是就是要一些宅男宅女 结果没想到说这种social skill 既然也这么重要 其实很多项 然后呢 人家把它归成这两种skill之后呢 又有人去做了一个地图 它那个地图是画什么 它就是去找 比方说过去七八年 有五六十个工作 每一个工作 假设它的前景是看涨的 很有前景 它就涂一个颜色 在这里我是涂蓝色 如果你这个工作呢 看起来很可能会 在第四个工业革命这个年代 它会不见了 它可能会消失了 我在这里涂红色 你的薪水会比较高配的 比方说我涂蓝色 它就把它map 起来 把它map 起来 我是把它整理 你看它那么多点 它有五六四个点 对不对 五六四个点 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我得到的结论很简单 就是说 我一看 哇 这个属于红色的都在 都在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的意思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向线很直观 就是说 越往右边的数学需求越大 就正 我们这个画图是这样的 右边是正的 左边是货的 那这边数学需求很少的 那越往上面的就Y坐标 Y坐标 你的social skill 要越多的 成分要越高的 越往下面的 social skill就越小 那比较会消失的行业 都是在第三向线 比较高配的 比较成长的 几乎都在第一向线 几乎都在第一向线 第一向线的意思就是说 你需要数学的技能 需要这个social skill 然后呢 你发现这social skill 真的是 在大四季的年代 social skill Tensor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Internet这种年代 它还是有这样会成长 这变成说 有些这种skill是在人工智慧 比较难以期待的 这作者呢 他的结论就下这个 助学的技能 加上比尔啤酒 等于成功 它这个啤酒是一个影射 在国外尤其在美国 其实很多的社交都是在这种 所谓酒吧里面进行 美国的喝酒风气很高 所以他们在酒吧里面就是 一直在影射说你要有一个 比较高的social skill 你才会成为一个 还算是不错的被人家喜欢 而且能够也有一些魅力的人 所以他这是影射 但是我一看 哎呦站在我的立场 我绝对不鼓励大家喝酒 美国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饮酒的风气非常的 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是不赞成喝酒的 所以后来我就把它翻成 哎就把它想 就对比成社团好了 因为我觉得参加社团 有它的正面意义 那它也是一种培养 这个social skill 的一个方法之一 方式之一 我讲一下social skill 当然你很难说开一门课 我开完你就social skill 就会增加 social skill 是多面向 然后多管道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点点滴滴的累积 随时都有可能累积你的social skill 它不是单独一门课开出来 但是呢 我们将来就是配合 那个Stanford 2025 我也希望说我们数学系 将来有一些课程 在这种skill方面 数学的skill跟social skill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设计 将来是可以甚至包括 把这种课程 课程的这种专业的skill 还有这个social skill 一起设计进去 这是有可能的 比方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课程 是要学生是有团队合作的 就像说我刚才也讲说 假设我现在不是declare major 我是说我现在是做数学 我要有一个 我想要做我将来是 希望把这个数学用在 做无人机无人车 避免碰撞的情形 那我就可能会有一个团队 那大家怎么合作 那我怎么训练 我怎么那个 这种也是一个social skill 的一个训练 不只是 专业的一个训练 所以这个将来的课程的变革 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系医师不只研究有前沿 那热心对教育有一些想法 也愿意付出的老师 也相对不少 在顶尖大学里面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数学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 它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学科 我就引用一个数学家的话 那个数学家 把数学的四个大奖都拿过 他不只拿feas奖 他把四个大奖都拿过 他现在还在 那他也时常到台湾来访问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所有的科学 是在追寻 在寻找上帝定的这个法则 所以那时候爱因斯坦 他知道量子力学的时候 他很难想象 上帝怎么可以是指骰子的 西方的思维 他会觉得上帝创造everything 科学就是去发现 上帝已经规定的这种 这个法则在那里 但是这个数学家怎么讲 数学是上帝要去遵守的法则 所以你看这个境界差很多 这个境界差很多 所以我可以讲 数学的一些力 他的一些应用 然后他扮演的角色 可以讲很久 但是重点就是说 数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 很多东西你要去解决 你其实要靠着数学的一个训练 你可以想象 你到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地方来 你也可以替你制造一些多元的机会 也创造你自己多元的选择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行业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